放生电动执着 放生电动执着 各位上知识 第四是问人如都 人如波罗蜜 又见佛子 助人如利 正上慢人恶慢垂打 奸续能人 依求佛道 这六句啊 是说明人修人度 在观中又看见有许多菩萨 佛弟子 在哪里修人肉波罗蜜 他把心安住在人度当中啊 再大的苦恼 逆经 他都能够接收 如果碰到正上慢人来欧骂垂打 他都能够忍 为什么这样做呢 求佛道 什么叫做正上慢人欧骂垂打呀 这个意思等到后边的那个常不清菩萨平 你看就快知道了 现在这里顺着文字做个简单解释 正上慢 七种慢的一种 以正上法体嘛 正上法呀 就是初世间的圣国 例如初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欧罗汉 菩萨的结尾 乃至成佛 这些法都叫做正上法 你还没有得到自称得到了 还没有正道自称正道了 这个叫做正上慢 以正上法体慢 这个慢呢 自己依偎得到 跟那个大妄语不同 大妄语是知道自己根本没有 而随便乱说 这个正上慢呢 是误会 并不是这个果位 误会是这个果位 例如在经里面说 那个吴文彼丘啊 把四禅当四国 他修这个世间禅 世界四禅 他正到第四禅了 初禅二禅 三禅四禅 正到第四禅的禅丁啊 能够降服烦恼 辅助烦恼 种子不生其现行 正在禅定禅中 能够烦恼 种子就不起烦恼了 那么他不了解教理啊 把第四禅 当作第四阿罗汉国 这个像这种情况啊 就叫做正上慢 以正上法体慢 他把第四禅的禅定功夫啊 得到第四禅 误会以为是第四阿罗汉国 这个叫做正上慢 这个叫做正上慢 他自己以为 他叫做喜 他以为 以为这个就是烦恼汉 实际上不是的 那么这个跟那个大妄语不一样啊 这个是自己以为 这个是自己以为 大妄语是完全知道不是 这个是以为是 那么这种正上慢人 例如有些正四国烦恼汉的 他自己认为我跟佛一样 烦恼汉 他以为他跟佛一样 佛所正的他也正道 后边的经文就说到这些道理 那么因此也叫做正上慢 实际上 阿罗汉的境界 跟佛的境界比较起来相差很远 但是他以为啊 佛的境界 他所正的 以为是相同 这个也叫做正上慢 那么像这个后边的常播亲菩萨 他看到人就替他受计 哦 我不敢欺瞒你 你们大家将来都成佛 替人家受计 那些正上慢的 甚至有些欧姓比丘们 四众弟子 就不接受他这种的受计 那么甚至动诚恨心啊 去骂他 打他 这个叫做欧骂垂达 你如果要事先知道的话 把法伐经的后边 常不清菩萨品 翻开来看过就可以知道了 无论是什么人了 来骂你 用欧义 粗欧的言词来骂你 用磅子 用其他的各种的这个物品来打你 这些能忍通通度能忍 无论人家怎么样子招待你 对你怎么样子不好 你都能够忍受 为什么这样做啊 遗求佛道 为了要求成佛国 这个忍住波罗蜜 必定要这样子去学习 所以佛仪教经里面说 人自为德 持戒苦性所不能及 能修忍度的就能够持戒 持戒的未必能修忍度 所以说忍度的功德呀 持戒苦性所不能及 前面已经说过忍度了 为什么这里再说呀 前面是说单独自己一个人自修的时候 碰到各种境界 内心的境界 能够抑制 能够对峙 能够忍受 这里所说的外来的境界 外来的逆境来种种骂你打你的时候 你能够忍受 前面所说的是属于地察法人 很地神认真的观察 这个诸法理性 能够忍受一切的内心的烦恼 这里是说的耐厌害人 能忍耐外面的严加伤害 种种的严加伤害 一一都能够忍受 这个叫做耐厌害人 这修忍住波罗蜜 这个忍度最高的境界呀 就是各位读得很熟的金刚经 金刚经里面所说的 各立王各切身体 节节之节 他都不动成心 因为他无我相无人相 无众生相无数者相 金刚经大家都读得很熟吧 滚瓜烂熟 各立王各切身体 大家都知道吧 知道 可是如果有这个 马拉卡打得你 你都真伟大 别说是打你 割你了 马拉卡 他才在你的身上 吃你一点点血 你就不肯不识了 也吃不消 啪 把他打死了 那么少少的骂到你 你也吃不消了 世界上这个 像这类的人都 说是容易做之难 讲嘛 很容易讲出来 做到就不容易了 别说是要割立王来 割切身体 骂一句受不了 别说打了 那么万万卡 他受不了 那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这个忍度 做起来很不容易 我们中国 有一位名人 修忍度 在世间的忍罚到家的 张公义 一百忍 忍一百次 很不容易 是不是可以学一学 忍个三两次 注意哦 说不定我要骂你哦 被我骂到了 你可不能动 传感性 要学学郭立王 下面第五啊 更问禅 再问 再说这个禅的境界 有些菩萨在哪里 修禅丁 前面已经说的很多了 现在再说 情况不一样 这是说禅丁之前的 世间要注意的 一些问题 由良说俱诵 又见菩萨 离诸细笑 即吃见熟 清净智者 一心除乱 色念三灵 一千万岁 遗求佛道 这也是修禅 不过这个是说明 在修禅的时候 需要注意到这些毛病 那么有些菩萨 他在修禅呢 平常时 能够离远离 细笑 这个 这良手送啊 主要是说 舍弃五盖 五盖 修禅丁啊 最怕有这五盖 这五盖先发出来的时候啊 这个烦恼发出来 就会影响到你的修丁 就是胎域 尘灰 尘灰 掉灰 睡眠 疑 这个叫做五盖 最良手俱诵 就是说远离五盖 离诸细笑啊 就是远离这个 掉灰干 掉举呀 掉洞 喜欢洞 洞了之后 进不下来 在修禅丁的时候 就后悔了 那个叫做掉灰干 呃 细笑啊 就是掉灰的表现 说说笑笑吗 呃 讲这个 没有营养的话 说会话 呃 那么话一讲多了 说说笑笑了 心散乱 心一散乱了 静下来打坐的时候 说不起来 心说不起来 心说不起来 就后悔了 这个属于掉灰干 呃 应当要远离 不远离的话 产定修不好 集吃见熟 吃就是鱼吃干 呃 贪吃 呃 贪生吃 都是根本烦恼 那么在修禅丁的时候 怕有这个鱼吃的心理线前呢 呃 迷迷复复 呃 那么这个迷迷复复的呃 呃 鱼吃干 呃 很容易呃 影响到 呃 这个 悼念 尤其禅丁 那么 集吃见熟 这一句啊 呃 古德的解释认为就是除称恨该 由吃才会称啊 呃 吃是逆 呃 这个贪生的根本啊 那么称恨心就是对逆境神起的 那么他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吃卷熟这三个字 有两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就是分开 吃是吃 卷熟是卷熟 要远离愉迷是要开发智慧 就是障道因缘 眷属啊 就是眷属多 在家人嘛 六亲眷属 父母兄弟姊妹等等 就是六亲眷属 经常的包围住你 那你也不能修行 出家人嘛 也有出家的法眷 徒子徒孙 或者是同餐道有太多 那么如果不是真正在修行的话 都会影响到道业 吃是吃 吃就是根本烦恼之一 眷属是指其他的外界的 这个这个眷属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 吃就是眷属 吃就是眷属 因为这个贪生吃就在我们心中吗 一天到晚陪着你吗 不是你的眷属吗 内心的眷属 贪生吃 吃为根本 那么有吃吗 贪生的一些烦恼都在里面了 那么这个烦恼种子一天到晚都陪着我们 这不是最接近的见属了吗 这就所谓自信烦恼啊 所以吃当题就是见属 不但是离住戏校 同时病急吃的见属也把它去掉 要去掉心里的吃的见属 就是要断烦恼的意思 那么要远离吃的怨属啊 必定要清净智责 清净有智慧的善知识 清净智责呀 就是清净善知识 清净善知识 有善知识常常接近啊 才能断移 所以这个清净智责啊 就是除移盖 移 五盖里面的第五就是移盖 移什么呢 有三种移 移法 移思 移智 怀移所修的法 这个法行吗 我这样子修能够断烦恼吗 能了生死吗 有些人念佛 我这样念佛行吗 阿弥陀佛他要度我吗 我能够到西方吗 这都是移盖 对所修的法门生疑 那么佛说的法 必定是实实在在的 你知道这个法门去修 绝对能够成就 除掉你不实在 不真心修 那么一话讲 所以对法不能生疑 懂得佛法就不会疑 就能断除移盖 移思对于自己的师长 教导你的老师师长 你怀疑他 这个老师 我这个师父跟我差不多 我八度腰 他也八度腰 我要吃饭 他也吃饭 我只能外 也只能外 我差不多 我要睡觉 他也睡觉 我刚好学佛修行 偶然也会发脾气 但是我的老师 有的时候发起脾气 比我还厉害 他一看 这个老师 这个师父 跟我差不多 甚至有的时候 比我还严重 他能度我吗 他行吗 我亲近他 能够成就吗 疑思 对师长生起这种疑心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 你学法也不能成就 对师不能疑 你只要得到他的佛法 他自己如何 你不要管 你不要管 例如说 莲花必定是长在玉泥里 暖花 不得 加五莲 最漂亮的玫瑰花 有刺 你不能说 必定要干干净净 如如发发 必定要你能够得到佛法的受用 一发故意人 得到佛法就好了 你不要管这个老师如何 因为他也是反复 只要他所教你的是真正的佛法 有正知正见 那么懂得真正的佛法教你 那你学他的法就好了 例如吃香蕉 你把香蕉吃下去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皮吃下去啊 不要那个香蕉皮不就行了吗 例如这个南洋的榴莲 都很多次 你吃里面的肉就好了吗 你为什么吃他的皮啊 那当然就受刺了 那么修学佛法也是这样 所以 纽莫洛斯法师啊 他在节级 这个翻译佛经的时候 他讲说法 第一句就是说 大家要在 在雾泥里 玉泥里取莲花 你只取莲花呀 不要看玉泥 意思也是这样 道理一样的 那么对于老师 你不要看老师本身如何 你只要看他教你的是不是正法 这样子就可以断移了 就不会疑似 或者是怀疑自己 疑似 怀疑自己 我不行啊 我意证很重啊 我烦恼很多啊 我修了几十年还是如此如此啊 放下三斤半 拿起还是三斤半啊 修箱呢 你觉得修了几十年 还是那个老样子 我这个业障太重了 我行吗 不行吧 不能怀疑自己 那么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有佛性者 借口做佛 惨提断善根的上前 能够做佛 能够成佛 何况我们未必断 没有断善根 我们还能够亲近佛法 好好的修学 不会不成就的 烦恼业战不怕多 只要你努力进修 没有不成就的 所以不要怀疑自己 要尊重己灵 知道自己当下心体当中 本有的佛性 仍然俱足 既然有佛性 修行必定能够成就的 不要怀疑自己 要很坚定的信心 努力进修 这就可以断善了 所以亲近自责 就能使你除余 所以亲近自责 就是断善 去这个五干的一干 一性除了 就是除善乱心 不会由善乱心 就是断睡眠 那么既然专业起心 就是也不会贪 对贪 这个外境也不会生起贪心 专业起心修学佛法吗 那么对万性也不起贪心 设念三灵 在深山灵墨里 修行好好的 收拾正念 努力进修 也就能够除去睡眠了 一性除乱 越贪欲盖 除去贪欲盖说 设念三灵 越睡眠盖说 把正念好好的保持住 在深山灵墨里 好好修行 那么远离贪睡的那种心理 所以这个设念三灵 越除睡眠盖说 这不是短期的 长期要这样子修 所以叫做一千万岁 说时间很长了 睡就是年了 修行啊 不是三天两天的事情 有人道心很猛 一发心马上就要成佛 吃三灵 不得我救世天 不得我接下去都会救世天 有些人呢 他今天学佛 明天就成佛了 哪有那么快 今天学佛 明天成佛 就是你种一棵 一棵树 一根草 一根种子 种下去 也好几天 才能够发生出来 结果也好几个月 如果是售末的果内 还有几年了 哪有那么快的 所以修行是敬畏来尽 行菩萨道修禅定 也是敬畏来尽 所以一千万岁 努力尽修 那不止所谓三大无数间 那么这目的就是要求成佛 从初发心 一直到成佛 守经的阶位 都要努力尽修 不计时间 不管它要多少时间 我对于菩萨道 我是用很平常的心来看它 我认为菩萨道 就是教我们做人的方法 假如你在人间做过人 能照菩萨道去做的话 这个人必定做得很好 是标准的好人 就是个标准的好人 那么菩萨道只是学习做人的方法 那生生世世都得做人 生生世世都得做菩萨道 一直到做到这个福会满足了 才成佛 不要去计较它 三大无数间 几大无数间 反正生生世世就是这样做下去 那么如果不是这样子发心的话 那你几功就要耗力 赶快马上要成就 没有这种苏神科的 没有这种苏神科 不可能的事情 必定要慢慢来 次第次第休息 这两首剧宋 虽然叫做修禅了 实际上是修禅的前方辩 主要不出这个直观的前方辩的 二十五方辩 这里面所说的就是二十五方辩的 修五元 持戒心经 衣食修足 弦去尽处 细处缘物 尽善知识 这些道理都在这里面包含住 那么还有喝五欲 细五盖 调五四 行五法 五五二十五 这个只观的前二十五方辩 就在这两首剧宋里面总包含 这就是修定的前方辩 您要修禅定 必定要具备这些前方辩 才有办法修成就的 所以啊 这是只是说修禅的 事先准备 应当要好好学习指观 最起码把小指观的二十五方辩 把它学好也就差不多了 那么另外有小指观的说法 那么这里不必细讲了 下面第六 又再问布施 这个布施的文字就多了 后边讲布施一共啊 有五手俱松 都是说的四四供养 这是对上的供养 不只是普通一般 一般布施而已 这是供养三宝 或见菩萨 摇善饮食 百种汤药 是佛己生 或者看到许多在观众出现的那些菩萨们 修布施度 摇是菜 菜摇 善是饮食品 就是米面之类 或者是很好吃的东西 美食叫做善 很好的菜 就是摇 菜摇饮食 这些食品啊 拿来供养佛 供养生 所以叫做 百种汤药 是佛己生 百种汤药 就是药的布施 四四供养啊 就是饮食 衣服 卧具 汤药 这首剧宋里面就是饮食跟汤药 如果有生病了 就是需要医药了 不是 汤膏 玩散 统统包含在内 现在的各种西药 只是治病的世间药 统统包含在内 明医上福 价值千万 或无价医 是佛己生 这是衣服供养 衣服 很名贵的衣服 很 很好的衣服 上福 这个价值都高啊 甚至价值一千万 显示他的价值很高 甚至无价值衣 很高贵的衣服 来供养佛 这里的事都表示供养 我们平常习惯呢 对长辈 对三宝 称为供养 不称不适 对普通一般 称不适 那么因为经文呢 它是随身印度的习惯 所以 是佛 就是供佛 不但是供佛 也同时供生 所以是佛己生 就是供佛己生 千万一种 天万一种 沾坛宝舍 众妙 卧 是佛己生 这是卧 卧 供养 晚上睡眠的卧 卧 这个卧 不但是睡眠的床 被揉 还包含这个房屋 没有房屋 这个床 摆在哪里啊 所以要有 房屋 房舍 居住的房舍 也包含在内 而这个房舍 甚至很高贵的 千万一种 沾坛宝舍 沾坛就是 很高贵的乡啊 用乡木 去做成的 物质 物色 或者是用气宝 去装饰的物色 不是一种两种 还是千万一种的 很高贵的 沾坛宝舍 种种很微妙 很好的卧具 背条 肉质 还有这个床 枕头 杖子等等 这些卧具 随所有的 都拿来供养 供佛 己生 亲近园林 华国陌圣 流泉玉池 是佛己生 不但是四次供养 衣服卧具 饮食汤药 同时还用这个园林 玉池 花果 来供养 亲近的园林 就是这个果园 寿林啊 因为这个金色 出家人住的地方啊 寺庙 差不多都在寿林里 那么来表示啊 很安静 打坐 修行 这个道 于这个寿墓的 天天正常的情况 来同时被培植 所以叫做 以亲近园林中啊 来修行 那么用亲近园林供养 或者是 种些花树 果树 都很茂盛 那么来布置在这个 寺庙的周围 来供养三宝 同时还要有水啊 有潜水 流泉 潜水 一天到晚 流不停的潜水 或者是有洗浴的浴池 印度是热带地啊 他们不像我们中国人啊 因为都是很冷 冬天冷啊 所以有这个洗澡茶 有物质里面的洗澡茶 而印度啊 他们洗澡的都是在外面的水池 好像这个游泳池那种情况 所以在流泉里做过浴池 洗澡用的 那么给这个初假人 得到这个平常沐浴的方便 这事活己生 这是园林 花果 潜水 浴池 来供养 供佛己生 如是等是种种为妙 欢喜无言求无上道 如是纸上文四首巨颂里面所说的 等 等于其他各种日用品等等 没有列出来的还有好多 都可以拿来供养 都可以布施 种种显示它的种类很多 很微妙 很好 微妙就是很好的 那么布施的时候啊 都要深花一些心 修布施没有燕足之心 这样子布施 目的在哪里呢 求成佛 布施为成佛的 修福的因缘 在经论里面讲 修布施要具备六种心 第一 要有广大心 广大心 前面四首巨颂说的 都是很广大的 都是很好 很熟诚 很广大的 第二 要有无厌心 欢喜无厌呢 第二 要有无厌心 发先修布施啊 越多布施越好 不会有所厌理的 不会像我们这些 监令的凡夫啊 他有一点点可以布施啊 他就舍不得 要布施一百块 他又觉得 这个一百块布施出去太多了吧 他又要打折五十块好了 那么他就没有这个无厌之心 无厌心 多多一切 尽量发心布施 第三要有欢喜心 很欢喜的布施 真正发心布施 欢喜心布施才有功德 假如你不是欢喜心 例如有些人呢 我在街道上 出去街上 从前容易看到 现在不容易了 从前容易看到那些欺贯 讨饭吃的欺贯 到了这个店门口 问人家 问那个店主要钱 或者是要饮食 那些店主 店主人呢 哪钱 或者是哪饮食给他呀 都是用丢的 没用丢的 都没有一点欢喜心 你没用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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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但是没有欢喜心 而且是穿上心 看到这个乞丐来 要饭吃的来 他都不高兴 因为站在他的门口 妨碍他的做生意 因此他赶快丢一块钱给他 叫他赶快走开 不但是膝盖是发生这种情况 我也看到以前的出家人 拿出银镜 在门口打 要人家布施的 那些店主看到情况也是一样的 哪一块钱往他的袋子一丢 他还是继续在消灾眼的时候 不要念了 破灶啊 出家人如果是这样子 还没有价值 像这种情况 就是没有欢喜心 没有欢喜心 应当是功功尽尽规规矩矩 发欢喜心 这个地藏经啊 脚量布施功的原品里面说得很清楚 大家看看就会明白 要发欢喜心 自己亲手的很恭敬很欢喜的布施 这是第三 第四要念恩心 我们布施出去啊 供养啊 这是报恩啊 对三宝固然是报恩 对众生也有恩啊 他成就你的布施功德吗 就是有恩于你 念报恩心来布施 如果有念报恩心就不会用丢的方式了 就会规规矩矩 就会恭恭敬敬 就会欢欢喜喜 那么由念恩心才会有欢喜心 由念恩心才会有无恶心 所以这个念报恩的心理很重要 这是第四 第五啊 要尽量拿好的 要善好的物品 最好的 哪来布施 不要不 自己不要的茶 哪来把它当作丢掉一样 哪来布施 这就不对了 必定要拿好的布施 第六啊 要无染清净心 就是心里没有副作用了 他在布施 修布施的时候 心里没有副作用 没有另外其他的期待 如果心里没有副作用 完全为布施而布施 就是求无上道 这就是清净心 为求无上道而修布施 这就叫做清净心 所以这一段文里面六种 这布施应当具备的心 都具备了 那么这样子修布施 才能达成这个布施的功德 前面讲的布施度 是对一般的 这里讲的布施度 是对三宝的供养 后边第七 再问这个智慧 说般若智慧 这里有三宝修宗 或有菩萨 说极灭法 种种教兆 无数众生 这是说般若本来不可说 以不可说而说般若 所以叫做种种教兆 有些布施在修般若智慧 极灭法怎么说呀 极灭之法就是不生不灭的 中法之理呀 本来是不可说的 所以离明之下 离语言下 离文之下 离心元下 既然彻底理想还能说吗 不说而说 就像西伯提 跟这个帝师天王 帝师尊天赞叹 叙伯提说 尊者善说般若 所以他来供养 叙伯提尊者说 我乃无说 我并无说 没有说 那么因此帝师就说 尊者无说呀 我就无闻 无说而说 无闻而闻 才是真说般若 真闻般若 这就说西伯法 种种教兆无数众生 教众生啊 度众生 不一定要用说话 也可以用其他各种方法 所以古代祖师 尤其禅宗 他有好多特殊的方法 他不用一言文之 指使人心 见信成佛 例如我们中国的祖师禅 德山 用棒子打 凡是参访他的 就是一棒给他 德山棒 邻寂喝 邻寂一弦禅师 凡是有人去亲近他 参他 就是大声一喝 这一喝就开悟了 那么或者是像这个鸟窝蝉寺的吹布毛 唐朝有个鸟窝蝉寺 他住在这个古松寿上 在上面呢 好像当房子住 住在哪里 所以人家称他叫做鸟窝蝉寺 他的名字叫做道林 他有个适者 他的适者跟他学了好久了 好像是没有得到佛法 心里不满意 那么有一天呢 他的适者向鸟窝蝉寺告假 师父啊 我要去参学 我要向你告假 你要参学 你要去做什么呀 我要去修学佛法 我要参方 修佛法 师父我来这里 亲亲你这么久啊 你都没有给我一点佛法 现在我要去参方啊 求佛法 你要佛法吗 佛法 我说这里有一点 他的衣服都泡泡烂烂的 把这个衣服的布毛 他抽一根来 你要佛法吗 来 这就佛法 这个布毛一吹 他的世界开悟了 开悟了 吹布毛 你如果收徒弟也用这个方法 你的徒弟来了 那么你要跟我宣吗 来 不过我这个衣服啊 没有破烂 抽不出布毛了 就很糟糕 刚才没穿烂的 破的不对了 抽一根布毛啊 望着这个细者来 你要付吗 来 诶 成了 这一吹 开悟了 可是我吹你们开悟 为什么呢 我不是鸟窝啊 因为功夫没到家 所以吹你也不会开悟 鸟窝蝉丝用这个布毛一吹 他的世界就开悟了 这一开悟 他就不必到外边去参访了 假如你的徒弟想走吧 你就用这个办法 用布毛一吹 这一吹他开悟了 他就走不掉了 他不会走 那么你没有使他开悟 他当然就要走啊 这个叫做吹布毛 不过在禅宗的历史上 只有这一位也 没有第二位 所以我再吹也不会开悟 那么这个第一位吹布毛 开悟了 这个不用说啊 不要说法 也不用其他的什么界定会议 很简单 这一吹就行了 多好 还有 树佛子 妈说的 树佛子 他这个佛子一说起来 他开悟了 甚至啊 有个祖师啊 他在 种菜的时候 搓地 这个石头啊 给他搓到了 就一跳 跳到旁边的这个竹子那边 啪 一声音 啪一下他也开悟了 这个挤足 这个石头挤到那个竹子 响的声音 他也会开悟 古人开悟的方式真多耶 这都是不用说的 不用说的 这个叫做种种教授 那么 无数的众生呢 就是用这些种种方法来教导他 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学啊 我们这样学不但是 这个对方瘦度的众生不能开悟啊 自己还造了大业啊 因为自己没开悟 所以这个天龙一子禅啊 这个俱子和尚 那么因为他修了很久没开悟啊 想下山啊 那么这个天龙禅师来了 就是他举起话头来问 俱子和尚就问了 那么这一问了 天龙和尚就是手一指 这个手指挤起来 他开悟了 所以从此啊 他凡是有人来参这个俱子和尚都是举止 你来参他问他什么是佛法 这一指就开悟了 一举就开悟 也不有说法 那么他有个小沙咪 他的沙咪看他的师父啊 凡是有人来参他 都是举手指 他的师父有一天 这个俱子和尚不在了 不在了 这个沙咪啊 碰到有人来参他的师父 老师父在吗 他不在 那你要什么来做什么呢 我也求他佛法 佛法我也有 他那一套 我也会啊 那会啊 那我就请问你 如何是佛法啊 他这个小沙咪也举一指 举一指 这个人是开悟了 可是这个小沙咪没开悟啊 小沙咪没开悟 他学他的师父的 他没开悟 那么这个 他的老师父回来了 那么小沙咪就跟他的师父讲了 我今天我也做了佛事啊 师父啊 你做什么佛事啊 有个人来参了 我学你 你也这么一举他也开悟的 你这样做啊 来我问你 你来给我开悟 那么他的师父就是拿着剃刀啊 在背上 来我问你什么时候 他一举 刀子一砍 把他指头砍掉了 我这个小沙咪就哭了 痛啊 正在走在哭的时候 他就是问什么时候 一提 手指没了 也开悟了 手指转断断断断了 也开悟了 这个都不用说的 这个都不用说的 不用说的 听起来蛮好啊 可是这只能一个人啊 祖师可以啊 我们不行啊 我们不能这样学 我们这样学就造大业 所以这就是种种的方法来教导众三思大开悟 获见菩萨 观诸法性 无由日向 犹如虚空 这是说明不可惯而惯般若 就是观照般若 法性本来如是 你不惯它 它本来就是不够不进 不真不减 不生不灭 本来如是 无由二向 由二向的就由生灭 由生就由灭 生灭就二向 由无也二向 空游也二向 左右也二向 大小也二向 没有二向 就是本来如是 当下如是 诸法实相 本来如是 实相无相 那么这个道理 诸法法性本来无相 像什么呢 犹如虚空 虚空有相吗 不可的 虚空虽然无相 而不具诸相发挥 乐阳经理说的很详细 所以不可惯而惯般若 这样才能够提振般若的离题 又念佛之心无所着 以色妙会 其无上道 这就说明言以道断 心心除灭 以说不可说 灌不可灌而灌波 这是最深的境界了 学佛呀 就是要去掉心理的执着 心理的执着也把它去掉 所以如果你心里有执着的话 就是要以波若的治水呀 来把这个执着洗干净 所以金刚经一再说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就是不能执着 要断之 要把这个执着去掉 学佛的目标就是断除我凡而知 先破除我知 我知破除了 进一步破除法知 我凡而知不破的话 生死不可能了 最起码要断我知 才能了生死 现在我们的执着都很重啊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那也是我的 那么这个所有的执着的心 没有放下 没有丢掉 看不破 放不下 怎么能够自灾啊 现在这些菩萨 他心目所着 一点执着都没有了 既然没有执着 也就言以道断了 不能用言辞来表达 心形冲灭了 用心去观察也观不得 用这么熟成的 唯妙的智慧 妙慧 就是菩萨 不共菩萨 菩萨的唯妙的 至上的智慧 修正是菩萨智慧 做领导 修一切法 所以大制度论里面 就这样子说 六度里面前五度啊 就是好像看不见的 脚啊 在哪走路 菩萨就是眼睛 靠菩萨的眼睛啊 来领导前五度修行 假如摸没有菩萨的眼睛 前五度修不成 前五度有菩萨智慧 才能叫做菩萨蜜 如果没有菩萨 就不能叫做菩萨蜜 不是没有菩萨 不会灌三轮体空 不能到彼岸 就不叫菩萨蜜 持戒如果没有菩萨智慧 那只是升天作人 升天作人的功德 只是保持升天作人的 世界有漏福报而已 因为没有菩萨智慧啊 就不能到彼岸 有了菩萨智慧 叫做持戒菩萨蜜 就能到彼岸 人若也是需要有菩萨 精进禅定都是一样 没有菩萨 就不能到彼岸 所以最重要的是 以菩萨观察一切法 都不执着 所以金刚经开头就说 纵然度尽一切众生 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菩萨他不会算是 我今天度几个 明天度几个 他没有这样想 虽然度尽众生 他尚且认为 没有一个众生 是他度的 有没有众生要自己度啊 菩萨只是替众生 做正上员 他不做智能度降 这就是无浊 有浊就会起种种的观念 哦 这是我度的 在我度了几个人 他是亲近我的 他是我的学生 他没有对心没有所浊 用这个微妙的智慧目标 就是求成佛道 这就是第五段 问他度菩萨修行啊 详细说六度 到这里说完了 就是第五 问他度修菩萨行 说完 下面是第六 问他度供养舍利 佛入涅槃啊 就是问佛入涅槃 在光中所显现的佛国图当中 有些佛呀 度众生的因缘已经结束了 那么要入涅槃 下面第六 问他度供养舍利的 就是佛涅槃以后 供养舍利的那种的情况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 下头 这就是佛涅槃以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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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 愿是正法常驻人间 佛所行战中 佛所行战中说 佛说一切施 法施为最盛 人施行财施 行法施者难 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电视弘法基金 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称佛陀三称法的慈悲大愿 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一起走向菩提之路 感恩您的共襄盛举 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功不堂捐 聚沙成塔 福会圆满 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 台湾邮政划播账号1996-5232 1996-5232 银行网络转账 银行贷号005 土地银行 转账账号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转账后请将个人账号后无码收据开立姓名 联络电话地址传真至总管理处03-989-8787 或emailnivetv.net at msa.hinet.net 服务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有一个小朋友才五岁 有一次被一个鬼 古时候的鬼都专门在吃小孩子了 现在还有叫罗刹鬼 然后这个小孩子被那个鬼抓去的时候 他家是有钱人 但他跑到外面玩 鬼就注意抓他 夹在这边要跑掉了 结果这个小孩子一被抓的时候 就怕他念什么 佛陀佛陀这样 因为他就念佛的名字 佛来救我佛来救我 结果因为他念 你皈依三宝念佛陀 有没有36个神王 神王就出现 那个时候神王就通知佛陀 佛陀呢 就跑到这个鬼之前来给他放光 但是鬼理不理佛陀 鬼虽然看到佛陀很好 但是他要吃小孩 佛陀给他放光 但是他不听 因为他还是要吃小孩 但是吃不下去很奇怪 吃不下去 后来 这些护法神又找谁来你知道吗 跟我念 金刚守菩萨 金刚守菩萨 对 这个金刚守菩萨拿着大金刚 鬼醉霸他一敲到 你就算你的身体像山一样那么大 头都会裂掉 所以这些 护持佛陀的这些护法神 就请了金刚守 金刚守手一拿起来 那个鬼怎么样 赶快跪下来 赶快跪下来 哎呀 跑到佛陀面前 佛陀你赶快救我 佛陀你要救我 佛陀说 你要我救你 那你要救那个小孩 他说我不是故意要吃他 我真的没 鬼很可怜 各位 你给老虎吃蔬菜 他要不要吃 给他木瓜 他要不要吃 不是他吃不下 他就是想要吃肉 有鲜血的肉 他可不可怜 所以这个罗刹鬼也说 他说佛我也不是要吃 因为我没有血肉 没有人的肉 我吃不下 然后佛陀呢 就跟他讲 佛陀就用神通让他看 这位罗刹鬼 你过去所吃的那些肉 那些小孩子 都做过你的爸爸妈妈 跟你有缘 所以你才吃得到他 这个鬼真的吗 佛陀用神通给他看 他过去所吃的那些人 都曾经做过他的爸爸 哇 这个鬼就哭了 所以佛陀就给他开示 你把小孩子放掉吧 从今以后做我的弟子 然后不要再杀神了 因为你吃的都是爸爸妈妈的肉 然后这个鬼就真的跪下来磕头 但是磕完头 他说那佛陀怎么办 那以后 以后我不能再吃人的肉 我要吃什么 佛陀就说 你放心 我一定会告诉我的弟子 每天要吃饭 都会不施食物给你们 所以各位 我们出家人每天要吃饭 就会拿七颗米 或是一点点饭 面包 然后念咒语 给那些鬼吃 那那些鬼吃 然后鬼会不会再吃各位 各位才会平安 不然古早 那些鬼吃饭 有没有听到吗 鬼吃饭 鬼吃饭 都晚上出来偷小孩子的 对啊 所以甚至这些男鬼女鬼 就会这样 但是因为现在有佛陀 佛陀要我们施食 然后他们就安定了 但是各位 这个小朋友为什么可以救自己 对 因为他在痛苦的时候 他赶快念佛陀的名字 他皈依三宝啦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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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之旅 生命 电视 和你在一起 音乐 佛法之旅 生命 电视 和你在一起 海涛访时心灵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